每个人都有秘密,每个人的秘密都不一样 这些秘密有些可以分享,有些却要深藏 有些秘密可以告诉男人,因为你的相爱告诉他无可厚非 可是有些秘密却不可以告诉男人 因为你的相爱一旦说出来可能会形同陌路 只有形状低的傻女人才会把这些秘密告诉男人 才会觉得没有什么,他爱你,你就要告诉他 他就应该知道你的秘密,可是你错了 有些秘密是需要一辈子藏起来的 那些秘密不是说有多么不堪,多么难以启齿 而是不适合告诉男人,仅此而已 不管你有多爱那个男人,都不要说出来 只有形状低的女人才会把这些秘密告诉男人 关于前任的秘密,前任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每个人都不愿意去触碰,其实前任的存在不是秘密 而是关于前任的事情,是不能提的 而你却傻傻的在男人面前一次又一次的提起前任的事情 甚至拿他与前任比较 在我看来,只有形状低的傻女人才会把关于前任的秘密告诉男人 男人的自尊心都极强 他不计较你的过去不是真的一点都不计较 他只想着遗忘你的过去而已 记得有个女人总是提起前任的事情 尤其是与前任单独相处的时光 说前任怎么怎么好,还埋怨他 说他这里不好,那里不好 终于有天,男人忍无可忍,对他说 他好,他哪里都好,那我哪里都不好,你去找他 你回去找他 最后他们分开了,因为这个敏感的话题敏感的存在 只有情状低的傻女人才会把这个先秘密告诉男人 关于你和公婆的矛盾 勿往今来有多少人能够处理好婆媳关系呢 其实婆媳关系是女人人生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难题 你与公婆的事情多数还是要你自己去处理 这是你的事,你要慢慢与他们磨合 虽然过程很漫长,你要必须足自面对 而你的公婆再怎么不好 你也不能在老公面前熟络他们 因为他是你老公的父母,他可以说,而你却不可以 而只有经常地度傻女人,才会在老公面前一直数落公婆的各种不适 事情的真相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他会觉得你一点也不懂事,甚至不可理喻 所以女人要把你和公婆之间的矛盾藏起来 不要告诉男人,你藏在心里悄悄牵挂的那个人 你的最爱也许不是他,因为你们不是最先相遇的人 你爱他没有疑问,可是你的心里还有一个秘密 那就是你的心里,悄悄牵挂着的那个人,是千万不能说的 虽然现在你很爱他,可他却不是你的最爱 你不要傻傻地告诉他,你的心里有另外一个人 你让他怎么想,我们在一起,你们相爱 可是你的心里却一直有别人的存在 你要知道,男人吃起醋来,会一发不可收拾 有种天崩地裂的感觉 他也许会给你一段时间,不过人的耐心总是有限的 知道自己的女人心里有别的男人的存在 心里一定不会不舒服 长此以往,男人终有一天会离开你 女人也许会聪明一点,再聪明一点 你的有些秘密请保留,让他一直是个秘密就好 这些秘密的存在反而会让生活的更好 而不是说出来,说出来只会适得其反 只有紧张低的傻女人才会把这些秘密告诉男人 才会觉得理所当然 他们很希望他所有人都会看不清 之后就跟我们一起不放开 我们只会看到地图对可真正的秘密 你能不能哭 还能不能让你 你能不能让你 你能不能 这样